网友常问鸿海问题及2 1. 想请教A大 如果郭董执借比逐年增高 如在这波涨是解值会有什么影响 A大回答 执借是一种聪明负债的方法 郭董是鸿海的股东 股票是他的资产 这就像你和我没有两样 鸿海是有价值的证券 效力等同于房子 土地 郭董可以把股票拿去执借然后去做投资 这对鸿海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懂执借 就是把股票抵押给银行 你付银行利息 因为鸿海是大型圈之股 你可以得到1.97%的利率 如果郭董抵押的量够大 利率也许能更低 所以郭董执借及解值借和鸿海没有影响 之前听到最无知的言论就是 郭董拿鸿海去执借 会增加鸿海财务成本 这就是没有金融负债的知识 你拿你手上的鸿海股票去向银行借钱 利息是你付 钱也是你借 和鸿海公司不会有什么关系 2.假设外资圈其实有在看A大的发文 毕竟A大带领我们这群小散户 中时户及大户 虽然A大是做中长线 但有时A大也会发表一些根据逻辑观念 短线的预测 比如过年操作或营收好 股价应该预期会上升 我觉得A大的逻辑是正确的 那我一定跟着做 散户跟着做 A大回答 你这个假设是极度有可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大家说 我的目标是中长线 短线我追筹码面 散户心里面 外资群心里面 这单纯就是辅助我了解外资群的心态 如果你在一般讨论区上 然后天真的带着几千 几万个散户操作短线 然后你和他们说你可以推测出主力 外资群在想什么 那就天真了 外资群 主力 短线课 当充客都能看你写出来的策略及想法 然后去制定另一套规则 就能轻易地打败你 那换个角度想 如果外资群 主力 短线课 当充客看了我的文章后 他制定了一个方法 与我的推测不符合 那对我及大家有什么影响 不会 完全没有实质的影响 我也不短线进出 我也不建议大家短线进出 一买一卖成交易 如果外资群 主力 短线课 当充客为了短线做出和我不同的策略 那他们单纯就是需要花更多的资金 而且他们就要去实行不合逻辑及常理的操作 最终受伤害的仅是他们 不会是我 三 既然操作中长线 为什么要天天写文章及推测呢 A大回答 我说过 中长线投资 需要的仅有基本面 产业面 资金配置 时间 耐心 自我心里面 但很多人不具备我上面说的这些因素 每天就凭感觉及凭直觉进出 我的文章包含了基本面 产业面 这两者也不会天天变化 一个月 以及才会有新的变化 所以不需要天天的写 一般最困难的是自我心里面 我透过每天的文章可以观察一些外资群 主力 短线课 当充客的操作增加自己的自我心里面 当你有了正确的投资观念 不会频繁交易 那就不一定要天天上来看我写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试着写日志 或是安心的过你的日子 当营收 财报 法说会来时再上来注意一下就行了 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短线进出可以赚比较多 其实我的文章是写给几万个人看的 不是写给你一个人看的 一个人短线进出赚到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任务 虽然有一点难度 但厉害的人确实能做到 但如果几千 几万个人短线进出又能赚到钱 那就是天方夜谭 我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短线的钱就是彼此在输赢 怎么可能短线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赢家 只要你短线交易 那就是对赌 有赢家也必然有输家 唯一办得到大部分的人都赚钱的方法就是中长线投资 这方法是用所有的人 一些特例 就不要来说的了 短线幸存者会上来说自己很厉害 但更多的是默默退出的 由于赢家及输家都要支付手续费及交易税 而且赢家通常都是赢得大报酬 所以可预期的是是 需要有更多的输家才能去支付政府 劝商及赢家的获利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的 4.请问为什么大小磨需要这样控盘 A大回答 从去年开始大小磨就很常在干这种事 但很多人就是短事 觉得一两天就要定结果了 当初大小磨做了这种磨来磨去的事后 接下来就在2021年1月4日到2月5日 一口气大买了11万多张 其中台湾摩根市单利买了63931张 摩根大通买了50823张 当初他们演了这几个月 为的就是在吃股票时 投资者愿意便宜卖出来 不论当初你中了锚定效应 悔恨效应 得到后怕失去 失去耐心 等 结果就是大小磨在短短一个月买了11万张 如果外资群不演戏 红海中每一个股东都信心爆棚 大小磨要吃11万张 可能股价都要买到150元以上了 台积电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台湾的投资者对台积电是信心爆棚的 外资群不大卖台积电就容易涨 5 我好几次看美龄当冲都是赔最多 觉得很怪 美龄应该是隔日冲高手 有没有可能当冲看是赔的 隔日冲却是赚的呢 A大回答 短线中外资群就是在里面决胜负 如果散户不参与或是个股散户都很聪明 那就是外资群之间彼此厮杀 你觉得美龄厉害 大小磨也觉得自己厉害 高盛也觉得自己厉害 那谁强谁弱 打下去就知道了 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这是结果论 6 陈毅请教之前新春开盘前您说 已经压到月线价格 外资会让你买更便宜吗 但开盘两天了 外资还是在卖 甚至赔钱互打 可是散户现在随便进场 都跟之前您说的相悖 无法理解为何外资要赔钱卖 让散户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A大回答 有看到外资群这两天买买赔了多少钱吗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不论合理或不合理 这些是在去年鸿海70-80多元时 做了很多次 后面股价拉上来时 大小磨大买了11万张 中了锚定效应的散户 就一直在那认为70是底 90多是顶 就不会和外资群去抢股票 外资群的策略可以从天 周 月 季 半年 年去操作 短线操作本来就没有什么是100% 你如果想要操作短线 你要学着去处理事件 而不是一直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留言大部分是问大小磨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如果你是长期看我文章 或是有追筹码的 你应该就会知道 大小磨不是第一天这样干 他们就是让一般的散户觉得崩溃 觉得没耐心 让他们觉得红海没有价值 这样他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去布局买到股票 有人会说 这两天大小磨卖了几千张 这样反而股票被吃掉了 但你的眼界太小了 以之前的例子来看 大小磨在一到二月中的一个月 就大买了红海11万张 当初如果不演戏 谁会卖股票给他俩 你就看到一两天的结果 但外资群看的是一个月 一季 半年 一年 如果你的思维不放大 一直看一天 两天 你无法追上外资群的思维 有人觉得这样分析不合理 那有可能是你追踪外资群的筹码不够久 对外资群了解不够深 筹码面本来就是一门苦工 你要每天的去追踪 然后验证 时间久了后 你就会知道他们当初做过什么事 短线外资群的策略很多 这两天如果外资群宁愿要赔钱 做出你看到的盘式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就像很多散户每天在那高买低卖一样 也没有人说不行 只是代价就是赔钱而已 目前全资及融资的人买回来了吗 应该还没有吧 当外资群在上下挡单时 发现盘中买的力道比较大时 他们就知道融资户及全资户要回来了 他们就会做相对应的事 7.MIH电动车大未来 鸿海跨入造车最后一块拼图为大回答 在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访谈 这才是投资者应该要看的 你可以重复的一直看 这会比你在一般讨论区听别的网友说有用千倍 万倍 从昨天刘董的访谈中 大家会发觉和我平常说的鸿海差不多 就是很具竞争力 很安全的一家公司 而且这一次刘董的策略和我在讨论区的策略也是差不多的 刘董的策略就是结合整个台湾的力量去打造一个世界级竞争力的电动车产业链 这属于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 我也是结合有信念的股东一同去打造新鸿海形象 最终近80万的鸿海股东都会得利 一 以为MIH电动车平台成员找好出海口 二 鸿海MIH电动巴士6月成型10月亮相 三 谈鸿海MIH电动车出海口 手上有几十张牌可以打 四 大陆竞争对手三年就取代鸿海说法可能性非常低 五 鸿海ICT龙头地位不易被取代 很多年轻人或是投资者很有趣 疯狂地看衰鸿海这项计划 鸿海这项计划如果成功 这会让整个台湾电动车产业链在全世界发光发热 相对地 身处在台湾的年轻人 也会因为台湾2025年在电动车站一席之地 而得到相对好的工作及较高的薪资 有人宁愿去赌鸿海2025年不成功 如果鸿海成功了 他要去车站裸奔 但我说真的 没有人对你的小GG有兴趣 你要拿你的羞耻心及尊严去赌台湾 未来不会在世界电动界占一席之地 你这个人能多成功也是有限 这个世界上顶尖的有钱人们 都是为大部分的人创造出便利 或解决问题而变得有钱的 你可以观察一下哪一个有钱人是靠看衰未来 看衰世界而变有钱的 所以还是改一下自己酸民的性格 对我来说 我单纯轻轻的一案 就封锁掉你了 而你失去的是一个走向成功的机会 也许会有人觉得我狂 但我只能说 如果你有机会吸收我在股市中失败及成功的经验 至少能让你少奋斗20年以上 刘东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认为MIH会愈来愈壮大的点 那就是鸿海利用本身的规模优势 提出了你必须要是MIH的成员 你才能和鸿海MIH做生意 试想 鸿海是全世界前30大营收规模的公司 每一年营收来到5兆多 未来也许还会更大 哪一家公司会想放弃和鸿海做生意的机会 只要小公司 中型公司和鸿海合作或沾上边 股价就会大涨 然后市场上的散户却是极度的看衰鸿海 我只要确定鸿海未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鸿海本身的竞争力本来就很强大 成功就是时间的问题 加上流动心思系 头脑清楚 策略清楚 格局够大 带领台湾ICT产业进军全世界 这么大的格局的一个董事长 你还不敢安心的投资 那你就去定存就好了 鸿海因为规模大 手上资金充足 可以扮演老大哥的角色 当MIH的规模越来越大时 会有越来越多世界一流的公司被逼着加入MIH 这也是很好理解的 鸿海在产业界的人脉关系 可以为MIH成员找到生意出海口 很多人一直觉得台湾电动车无法和世界一流大厂比拼 那些人就是外形人 他们不懂电动车和一般燃油车是不同的 台湾在ICT产业是世界一流的 电动车需要的正好是ICT产业 如果可以结合整个台湾ICT产业 台湾电动车在2025年成功是非常有机会的 8.不是看坏鸿海 只是觉得MIH的利多已反应 请小心不要被割韭菜了 巴菲特也是利多时卖股票 而在利空才买股票的 A大回答 首先 巴菲特如果知道他的话被这样误用 应该都躲在棉被中哭了 再来 鸿海的MIH才刚起步 目前有800多间公司加入 鸿海是提供平台给成员开发 如果鸿海成功了 就会像手机中做平台的苹果及Google一样赚钱 也会像Wintel中的微软及Intel这样赚钱 鸿海的MIH如果成功 这会是一个带到你不敢想象的梦 你却觉得MIH已经反应了 目前鸿海单纯在反应去年第四季鸿海营收两兆多集第一季 第二季营收会延续苹果12高阶版5值热销的题材 MIH在2023到2025年才会有巨大的获利贡献 鸿海长期被市场看衰 使得净值87.36元 一年赚8到9元 结果一堆人觉得仅值70到90元 台达电竞值56.17元 赚9到10元 股价300元就觉得没有问题 目前鸿海股价连被看衰的都还没有反应 更不要说反应未来的3加3 9 鸿海没有电池的技术 流动都不敢谈电动车电池技术 而电池在电动车是成本占比最高的 A大回答 不是鸿海不敢谈 而是谈了 你连看都不看 鸿海科技日影片去看一下 如果你找不到鸿海在哪段谈电池 我可以告诉你 在1小时40分 你去看一下鸿海的电池六大黑科技 包括固态电池研发 五柜金属全新制程 高能量密度电池 电池快充与低温优化 低骨胀软包技术 云端AI电池管理系统 很多人是拿自己的无知在看鸿海 以前鸿海资讯比较不透明 那你不懂就算了 现在透明成这样 简单谷歌或到鸿海官网就能得到资讯 投资靠的是知识 知识是需要靠你去收集的 10 鸿海警示间没有什么核心技术的公司 A大回答 柯瑞维安公布今年2021全球百大创新机构报告 其中台湾共有五家机构入榜 分别为鸿海 广达 工研院 以及今年首次入榜的华硕 金宝 鸿海科技日拉到最后 鸿海研究院的新院长会和你谈一下鸿海未来目标的技术 如果你看不懂或没有耐心去看 那代表是你知识不足 而不是鸿海没有技术 常常听到有人说鸿海没有技术 我听到都差点笑出来 一间能成为全世界第一名的EMS场说没有技术 这种话你也信 如果没有技术 你开一间鸿海我来看看 如果你没有办法开一间鸿海 那代表鸿海很有技术 仅是你不了解 11 Q4台币与人民币对美元都是大幅升值 也就是鸿海Q4将有庞大的汇损 去年EPS可能还比前年差 A大回答 有关汇率 台币墙也不是去年第四季的事了 已经有好几季的历史经验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你要的答案花个十分钟到鸿海财务报表中就能看到 鸿海2020年第三季会损5.11亿 累计前三季会议3.63亿 以鸿海第三季税前获利323.8亿 5.11亿是要干吗 鸿海的财务常会去买各国的外汇期货及选择权做避险 一般电子公司也都会做 你就不用帮一个年薪5000万到1亿的鸿海财务常担心这种小事了 这是他的专业 12.没有看坏鸿海 但鸿海毛利不好也是事实啊 A大回答 以前我说过 鸿海在EMS届是第一名 距离第二名还差一大段距离 毛利率普遍用于评估一间公司的竞争力 鸿海在EMS都第一名了 你还在那毛利率不好是事实 毛利率30%赚8到9元和毛利率6%赚8到9元对你来说是不同的吗 你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认知错误在哪 13.我的本金很小 是不是要靠投机才能快速的累积资金呢 A大回答 很多人是以自己本金小就一定要去投机 但他们不了解他们要面对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 菜鸟短线客在面对中长线投资者一定是无计可施的 因为中长线者不是零和游戏中的玩家 长线投资者仅要使出篮的理你大法就行了 真正短线的高手 他们有经验 有工具 懂心里面 会资金配置 求均价 求平均胜率 求赚大赔小的安打率 因为顶级投机客是求平均胜率 所以不会去假设 幻想 妄想买在最低 卖在最高 道理就像取样一样 当你取样越多点 你越容易描述出真正的股市走势 毕竟股市是随机的 菜鸟们都是妄想只取样两点就得到最高及最低点 这看在顶级的投机客眼中就是肥羊 送钱的 14 请问一下版主2018年红海减资完净值83元 经过了两年配息为什么净值才87元而不是90多元呢 A大回答 2018第一季红海净值为64.46元 2018年第二季成了68.59元 但2018第二季红海仅赚了1.01元 净值却增加了4.13元 公司的净值会因为汇率 持有的股票 基金 等会波动 因为2018年第一季到第二季中多增加了3.12元 这部分是暂时先多出来的 这两年来红海赚了16.3元 配出8.2元 目前净值87.36元 如果你把那3.12元加回去 就会差不多了 影响红海净值的不单单仅有税后获利 还会因为汇率波动 持有股票 基金价格的波动也会有短暂影响 以之前红海持有群创 群创净值22.94元 当股价跌到5元时 红海市会暂时把跌掉的差价算到净值中 现在群创股价涨回来了 红海净值也会随着增加 红海持有很多策略结盟的公司 那些公司红海市不会卖的 就是为了布局 所以股价涨涨跌跌也是正常的 红海市世界级的公司 持有人民币 美金 日币等资产也是正常的 汇率一时的波动也会影响净值 但最后结果会趋向稳定